哇 这个浪大 来了 来了 太阳出来了 哎呀 咱们打个帐篷 看看日出 哎呦 昨天就是在这儿 睡的 哇 这些树下 晚上这个 叶子掉下来 蹦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 今天是小松的生日啊 刚才我看手机 这个 弟弟是第一个送上祝福啊 印度教的庙啊 好像巴厘岛的建筑啊 左西右东 哦 日出应该在这边 哎呀 算错方向了 我以为在海的对面这块 哦对了 在这个后边这块 看不出来了 看不到日出了 日出在这边 没有人啊 小松一个人在这儿 这叫昨天晚上 这 这浪啊 呼呼呼呼呼呼呼的 咆哮着 睡的不是很踏实 你看这浪 我的天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 这么来的晚上 大浪 哎呦 哎呦 看吧 嗯 今天是第26天吧 好像是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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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是第26天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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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应该能到家了应该 那基本上这次 苏文达拉之旅呢 就算告一段落了 昨天选这个露营地呢 也是为了纪念啊 就是 应该是最后一个晚上了 在 苏文达拉岛 所以为了 纪念这个特殊日子 也是小松的生日啊 特地在这个椰树下露营 在海边 太阳出来了啊 他们也下去才得沙子吧 一直都没下来海沙子 一直都没碰过海水 今天南米岩 还得沙子 再练练小松的书法啊 因 你 小 松 小松 来了 来了 哎 没到这儿 这下边都是山湖啊 嗯 这可危险啊 有螃蟹螃蟹 这山湖特别丰利啊 有点小心一点 有点小心一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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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阳在这边啊 好了 面对这个大海啊 一浪接过一浪 永远不会停息啊 嘲笑着 你看这浪 那顶接着的小松呢 这次 苏曼达的七星 就 基本上要结束了 有很多留恋的地方 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 穴道很多 感知很多 感知很多 大概小一个月吧 四个礼拜左右 那也非常感谢家人的支持啊 嗯 嗯 尝到了很多美食 遇到了很多 孙分达达 孙分达达岛热心的人 还有我们这边的印尼的华侨 华人 这次是小松最长的一次 骑行 大概 将近六千 六千公里啊 收获很多吧 嗯 嗯 那 我们下一次骑行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再开始了 决定是去 苏拉维西岛和 加利曼丹岛最后两个岛 转完 基本上印尼这个 古大岛 都走了一遍了 好了 那今天 背对着一个大海 嗯 说结束雨啊 给你小松在孙分达达岛南部啊 海边啊 欢迎大家的收看点赞 什么达了 一将结束啊 我们下次其行再见 记得关注 哦 还挺配合啊 你打了我来了 哦 哇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